警方戴起手套小心翼翼將一顆顆膠囊裝進夾鏈袋裡 通通要帶回警局化驗 因為嫌犯把毒品粉末混沖到膠囊裡 刻意偽裝成細藥躲避警方查氣 藥定型到粉末型到混合液注射 它現在已經進化到所謂的毒膠囊 因為毒膠囊它是可以混合多種毒品來交物的加成作用 由朱聯邦背景的馮信嫌犯 過去專門販售毒咖啡包 但因為最近市場競爭 嫌犯認為無力可圖 於是伙同另一名共犯 把安菲他命超級搖頭丸 還有三級毒品K他命跟喵喵 隨意混合 拿到雙北各大酒店夜店販售 半年內不法獲利至少400萬元 我膠囊可以避掉毒藥的苦味 直接進到外面吸收 這個藥效發作更快更強 它也想藉由如此的賣點 來吸引這些購買者的上升 四種毒品隨嫌犯喜好任意混搭 對外宣稱是神奇配方 可以讓服用者進入奇幻世界 但在身體交互作用下 可能有暴斃風險 就連嫌犯落往時也說 連自己都不敢服用 至於毒品從何而來 警方還要擴大追查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